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底下一段是 故纪会议当中的提问。 哦,这有十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就是靖空教授 提到经典的学习研究很重要。 但以基督教为例, 圣经上说, 先决条件是需要有圣灵的引导。 那么该如何理解 神在经典中的旨意? 这个问题问得很深。 但是, 所有一切宗教的经典, 神圣的旨意, 可以说是有一个字就代表了。 这个字就是爱字。 你看在佛法里面, 你用一句话, 把佛法说出来, 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古大德给我们说了八个字。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就是佛法。 慈悲就是爱。 为什么不说爱, 说慈悲? 因为一般讲爱, 爱里头有情感。 所以佛不用爱, 用慈悲。 慈悲就是爱。 这个爱里头不带情感, 带智慧。 我们可以这样说法, 离性的爱, 离智的爱叫慈悲。 感情的慈悲叫爱。 慈悲里头又说了感情了, 感情的时候你就有什么, 有好恶了。 这个人喜欢我爱他, 那个讨厌我就不爱他, 不平等了, 你的心不清净了。 换一句话说, 真诚、清净、 平等心的爱叫慈悲。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核心的。 方便是什么? 你的爱心表达, 你的慈悲表达。 对一切人, 对一切四, 对一切五, 表达方式不一样。 方便夺门。 那个辨识, 辨识最适合的方法。 是最适合的方法, 没有一定。 因人不一样, 因时不一样, 因地不一样, 因寺不一样。 那千变万化, 那就真实智慧。 所以他表达得非常适当。 所以方便为门。 那么你看基督教, 实际上基督教, 天主教, 犹太教, 我看他们是一个教。 一个教里都是三派。 曾经我过去在新加坡, 有几位, 有一位, 有几位, 好几位, 南非来的朋友问我。 因为他们是这个信仰基督教的。 问我在西方国家这个三教的关系。 我说这三教是一家人。 因为他们使用的经典都是新旧约。 犹太教, 犹太教尊奉的旧约。 基督教尊奉的是新约。 天主教是新约约通通许。 犹太教尊奉上帝。 犹太教尊奉上帝。 或者是上帝派。 那叫皇上那一派。 基督教尊奉耶稣太子一派。 天主教是圣母玛利亚皇后那一派。 他们点出, 你说得很好。 这是一家, 但是是三派。 三派。 但是里面中心的思想是一样的。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这些核心是爱。 那么天主教里面讲的爱, 跟佛法比较接近。 这个古兰经真处是普辞特辞的。 普辞不变, 叫做大辞。 特辞词的时候, 那个词应该是特殊的。 换一句话说, 它是平等的。 它是清净的。 是真诚的。 普辞特辞。 跟佛法讲得很近。 所以从这些点, 所有宗教的时候没有别的就是爱。 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 你只要拿真诚的爱心对人, 什么问题都解决。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最重要的核心的, 今生把它找出来。 这就是引领我们。 宗教可以团结。 吃饿了。